但是后面我老公就是 就出去了几次以后呢他后面慢慢慢慢的也就没怎么出去了 没怎么出去了他而且他今天经常呢也去跟朋友费一些机去喝八家一呀到处玩呀 你们也知道的我们这里的话喝比较多在和旁边去烧烤呀然后这样玩的时间比较多 那我呢也觉得没什么那个时候 但是有时候就是他喝八家一醉了回来我们两个就会吵架 然后我婆婆呢就会帮着他儿子 那时候我公婆婆都会帮着他儿子说 我每天什么都不干就直到吵架 然后我们两个 这也太过分了呀 对 我们我们两个经常吵架 第一次听到如果说只不见家人们觉得过分的话可以 公平上面扣拨过分 因为大家觉得这样能接受吗 其实我接受不了的呀 其实我那个时候 不觉得有什么过分 我觉得很正常的 就是 我婆婆就这样说了我几次 反正就每次我们两个 我就跟我老公说嘛 我说你 我就说他这样去 玩 这样去 喝八加一 这样去打牌 然后朋友一叫他 谁叫他他就去 我说人家是 偶尔去 你是 哪一个朋友换你 哪一个朋友叫你 你都去 就搞成你经常去 人家是偶尔去 然后他就觉得我很不贤惠 他就觉得 我不让他跟朋友一起 玩 我不让他交朋友 各种就这样跟我吵架 就很凶很凶的冲我 出去玩也得要有个路呀 对那个时候 其实 我还是看公公婆婆的脸色 因为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两个吵架 我不想让公公婆婆知道的 我就害怕 因为他妈妈呢 就是 有时候也会 就是一个人 就是身体 不是 那个 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吵架的话 我就害怕他妈 他妈会 觉得 会害怕被我们气到 然后我就会 在房间里面小声的跟他说 然后他就会大吼大叫 然后搞得他们全家都知道 搞得全家都知道 包括邻居都知道 然后 这样 然后后面他妈妈就说 我们经常吵架 然后就比较 就说我们经常吵架 然后说我什么都不干 每天在家 什么都不干 都还要跟他儿子吵架 怎么怎么样吗 然后后面我就没说 后面我就觉得 我又觉得 我婆婆说的也有道理 既然婆婆都这么说了 我就 我就没管我老公 我就没管我老公 后面我老公就慢慢的 这样肆无忌惮的 后面慢慢的就 习惯了 习惯了以后后面我就 改变不了 他就改变不了了 对 改变不了了 然后我就经常自己在山里面找一点山货 然后就这样 慢慢的维持着生活 后面我们也分家了 后面我们也分家了 因为他有个弟弟嘛 然后我们就分家了 后面 我就分家了以后 他就更肆无忌惮了 他每次呢就每天呢就这样玩 就这样玩 也不管你不管孩子 然后每天我就 而且 有时候经常 喝了八家一回来以后 还要跟我俩吵架 在孩子面前 凶我甚至我俩也动动 还要跟我动手啥的 后面啊就是就这样一直 一直一直就慢慢的持续着这样子的生活 我也是 我就想着 因为他们说男人过了三十就会好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一直 就是等着他慢慢的变好 希望他变好一点 成熟稳重一点 对我就希望他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 到了三十以后 我就天天等着三十岁 你们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可幼稚了 真的 他们说男人过了三十就会成熟稳重 那我就真的相信这句话 我就等着天天等着三十岁 我恨不得我们自己马上三十岁 只不见家人们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吗 如果说觉得是的话 打个是 不是的 打个不是的 但是人成熟的时候也得分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是 可能就是某一个点吧 可能就会突然成长就会想到很多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爸爸妈妈是怎么教育我的呢 就是主要是我妈妈 我妈妈就说要听公公婆婆的话 就是要听公公婆婆的话 然后听公公婆婆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我就这样听公公婆婆的话 然后我婆婆呢 就当时呢 其实 这样也是不对的吧 当时呢 就是现在想象呢 她确实是比较偏向她儿子 每次我们两个 吵点架什么的 她就不分对错 就直接开 就直接就开始骂我 就说反正 那个时候我 其实我也觉得有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也没出去干什么 就是反正在家里面干干龙活 然后带带孩子这样子嘛 然后她就觉得我什么都没干 然后还要跟她儿子吵架嘛 后面我就没吵了嘛 后面慢慢的她就一发不可受试了嘛 每天要喝那个八家一 不喝都不行 不喝都不行 根本就离不开那个东西了 后面 其实后面我婆婆她自己也有在后悔 但是她后悔后悔的同时 她说是我没把老公给管好 她说我连一个男人都管不好 她说 她说自己男人都管一个年 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 还想着嫁人怎么怎么样 那个时候其实我也觉得蛮 还是蛮委屈的 我想说是以前你不让我管 我想我想跟她说是以前你不让我管 但是我又没敢说 我又没敢说 我就自己就就 就那个时候哭的更多一点 哭的更多一点 就是经常哭 就是脑子进水了一样的那种哭 知道吧 后面 你现在 后面 不想让你提起这些伤心事的 没事的 其实 其实这些事情都 太好了 后面就她就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以后 她就天天这样重复日比日的生活 我甚至 我求过她 我说 我求过她 我说你 你只要不喝 不喝那个八加一 你干什么都行 我 我说 你只要不喝那个八加一 你回来的时候 不闹我跟孩子 你干什么都行 她觉得我看不起她 她觉得她没用 她觉得 她觉得我看不起她 她觉得 我看不起自己的男人 她觉得 她觉得 我是 另有什么心思 我才会这样跟她说 然后那我就说了 那行吧 那 你如果说 你能够好好过日子 你能够 就是跟我一心过日子的话 你 我 你肯定是 我肯定是觉得更好的 我们 我说我们 房子需要买车子 需要买 我们什么什么都需要 我说我们村很多 已经很多很多人 都搬城里面去了 然后她又觉得 她又开始说 她说 因为我看不起她 所以才会去说这些事情 那就不要说这些了 好吧 可能这些话 就 让你想起了以前 一些不高兴的事情 那我们就不提这些了 就是这些 我们就聊聊我们了嘛 其实就现在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现在就是 后面她因为 她自己照顾不了三个孩子 她离不开那些东西 知道吧 三个孩子在家里的话 饭都没得吃 她离不开那些东西 后面 后面我才 我才把孩子 她一开始 怎么都不把孩子给我的 后面她爸爸妈妈也 也不给她带孩子 所以 为什么 她才把孩子给我 为什么我不知道 跟他们 他们家是两个儿子 他们更偏向 更偏向他的小儿子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 哥姐说 阿姨妈 我为什么坚持多年 就是因为我跟我婆婆 说真的 我不是说那个 就是很多时候 我婆婆 就怎么说呢 我们 我们杀自己家里面的鸡吃 然后 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 就是我婆婆的话 她想把这个鸡腿 加给我老公 她弟弟家的孩子 然后当时呢 老公弟弟家的孩子呢 不要 但是我女儿呢 她想要 她想要 她说 她说奶奶我要吃这个鸡腿 她就把这个鸡腿给丢回去了 这太过分了 这种事情就很多很多 就是很多东西 她就会追着小儿子家的孩子喂 然后我家的孩子要 她就不给 所以 所以这是我一直都没舍得离开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我走了 他们会 他们会就是过不好 对 所以我就想 带你走出大山呀 你也想为你自己的孩子考虑一下 是吧 但是我走不出大山的 我知道 我可以带你出去的呀 你带我出去能干嘛 是吧 你想干嘛都可以的呀 不是的 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那你也想 为你自己的孩子想一想呀 对吧 让他们接受更好的一个教育 我也想 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但是阿宇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 对吧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 我们不可以 不可以这么任性的 也没有任性啊 你觉得有可能吗 怎么没有可能 你觉得 我带着三个孩子 跟你去那边 我就说就当不带爸爸 我可以给你租一个房子呀 然后呢 也可以照顾他们呀 也可以照顾生活起居呀 也可以在那边上学呀 孩子怎么办 那我自己要做什么工作 我才能养活得了三个孩子 你自己做什么都可以呀 我也可以帮助你的呀 问题是我不会呀 我除了弯山祸我都不会 我既没有什么学历 我也没什么长相 是吧 我又不是十七十八岁的小姑娘 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 也可以就看着说一下 但是 对啊 阿子的话 确实是很天真的呀 他很善良 很天真 其实 就很少 现在很少有看见像这样的人 我是相信 相信所有的人 都是好心 都是为我着想 我是这样子想的 比较容易相信别人 可能是 就是不太聪明吧 说白了就是 说白了就是不太聪明 说实话 这是实话 对吧 各位姐姐说爱你 但是我容易心软 这一点真的是 我到现在我才发现 人性这个东西 真的是一开始就有的 改变不了 但阿子真的很善良的呀 大家觉得阿子善良的 公平上面 可一波善良 我很多次 我就问你 你会做饭吗 我会呀 那你会带孩子吗 我也会呀 这些都是 在外面都是技能啊 这算什么技能 这都是 这都是的呀 这算什么技能 这不是基本的事情吗 你会做家务吗 我会呀 这不是基本的事情吗 对呀 那这些 那你可以出去了解一下的呀 像现在是吧 那些做家务的家政的 他们都是需要像这样的呀 因为有些人 他确实就是家里面忙不过来 这些是吧 都是需要人去打你的呀 可是 像你这样也是可以自己一个人 带着孩子呀 可是这也不现实吧 阿姨 怎么不现实呢呀 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我 你就算带着孩子 平时空闲的一点时间 出去做做家务 都是可以的呀 那我能 你去给人家做饭 是吧 那我能用这空闲的时间 做出来的 挣出来的钱 能养 能养得了我三个孩子吗 可以的呀 出去了 还有机会的呀 儿子 我怕我出去了 回也回不来 过也过不好 我怕我躲在那里 你能明白吗 你看 你又会做饭 又会带孩子 又会做家务 这么多会的 你怎么说 你啥都不会呀 这些不是人的基本吗 但是你可以走出去看一看呀 像现在那么多地方 是吧 就是宠惯了孩子 然后他们出去工作 可能就是住个单间 家里这些平常的家务活都不会的 他们到时候就需要 需要有像这样的人去 来去给他们做家务啊 带孩子啊 这样的呀 是吧 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其实 我觉得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这么大的城市 消费给你也很高 而且 你是怕 你自己不会赚钱吗 对呀 我是怕我自己 我是怕我自己把三个孩子演不好 还不如现在在家里面 那你嗯 你在家那么辛苦 是吧 还要赚钱 那你要我们男人干什么 你 你如果 阿泽 你要是 跟着我出去的话 做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交给我的呀 你在家 自己好好带着孩子呀 每天陪陪孩子聊聊天 是吧 大的上上学 小的你在家 就陪着他就可以了呀 阿语 你就说不太现实的话 什么就交给你了 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有你自己的日子 是吧 我们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的 孩子 我明天是 真的要走了 真的要走了是吧 对呀 所以我就想跟你 你好好的在这里聊一聊吧 对呀 你看大家都都说 走出大山的话 机会会更多的呀 是吧 家人们说是不是 你先走吧 这些事情 家人们说 如果说觉得我说的是对的话 公里上面扣拨 或者说打个试的 这些事情就 嗯 就不要说了 就 就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的 是吧 你就先回去吧 今天也比较晚了 大家都觉得 是走出大山的话 机会才会更多的呀 这些事情 你让我想想 但是我觉得其实 这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 因为我去外面 确实 我会心里没底 你知道吗 你的底 就在我这里呀 因为你的日子要过呀 因为你的生活要过 你顾不上我的 虽然说我公司很忙 但是我也会抽出时间来的呀 你有什么事情 你也可以直接跟我说的呀 是吧 我能烦你一次 烦你两次 我难道 我不会觉得你烦的呀 我 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不可以一直这样子的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一直这样子的 我 我也会 如果说你跟着我出去 我也会跟你介绍 更好的一个工作呀 就算你不待在我身边 你自己也可以养活你自己 养活你的孩子的呀 阿姨 因为我明天就 真的是要走了 因为公司那边确实 有事情需要吗 真的得要走 所以我就 今天想 跟你好好地坐下 跟你儿聊的 我知道 跟你儿聊这些事情 我也是 觉得你人很善良 想帮助你一下 你知道吗 我知道阿姨 我知道 你是想帮助我 我也知道 你真的要走 但是 对 确实在外面 很多活 但是阿姨 他也没机会走出大山 我就想带他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带他走出大山 大家知道吧 那是阿宇 大家觉得我对吗 对的话 公民上面打不对啊 你说阿姨 我 你说 你说 你说这现实吗 现实 我 我 对 你看大家都在 都在对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怕我们两个是 两个都是男的 是兄弟也都还好 那我去到那边 对吧 我 我可以先帮你 租一个房子的呀 人家会让 人家会误会的 你的 你的未婚妻也会误会的 你的爸爸 家里爸爸妈妈 说不定也会多想 是吧 那我 我 而且 而且我 我真的 我带三个孩子过去 我真的没底 我真的害怕 我把他们照顾不好 我怕他们 我怕他们养不好 你知道吗 在这大山里的话 我起码 我觉得 我能养活他们 只要我身体健康的 我每天在山里面 找这些东西 白白地摊 我就能养活他们 嗯 但是 你这样不现实 你看 你上次那些山 山后 你找了多久呀 找了多久 你才 你才找出那些的呀 没事 你一两个月 没事打雨 你你走吧 你走 你可以 可以下去了 已经很晚了 你 你 你不要再 不要再说了 你 你再说 我真的 我 我 你走吧 你走吧 你可以